过去几个星期来,马来西亚供应的鸡蛋价格节节攀升。 从10月到现在已连续起价四次,售三次每次起半分钱,这个星期则起了一分钱。 马国鸡蛋价格虽以上调,但进口到本地的数量不变,每天大约三百万个,占本地鲜蛋供应的75%,目前每十个鸡蛋的零售价从一块三毛钱到两块钱不等。 连续降雨也导致马国的一些蔬菜欠收,在蔬菜来源供应短缺的情况下,本地蔬菜价格也跟着上涨,受影响的多数是业类蔬菜。 小白菜、线菜、青葱,这些业类蔬菜供应都受影响,主要来自若佛的古来和疙瘩丁仪,以及彭亨的鸡马轮高原。 本地有四到五成的蔬菜是从马国入口,为确保货源稳定,蔬菜供应商移转而从其他国家如中国、泰国等地进口蔬菜。 新传媒信用记者吴良强报道。